每个人在每个月份的运势都不一样 不同的运势往往会决定着 个人主要在这个月份干什么 有的人在一个月份里面主 打的就是和事业有关的运势 那么这些人也就是在这个 月份里忙住是业上的事情 有的人则是和自己的姻缘有关 那么这些生肖也许就是忙住 轻轻握握谈恋爱 这些生肖在如今的三月份 他们是忙住发财的 所以他们如今就在三月份赚了大钱 在三月末一直都在输钱呢 争孝虎 孝虎人在上个月份已经囤积了不少的好运 所以在三月的时候 就是孝虎人发挥自己运势的时候 所以孝虎人在三月份的时候主要就是利用 自己之前获得的运势在不停地忙住发财 并且孝虎人的发财也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实际上还是颇有成效的 毕竟孝虎人也的却在运势 这一方面有了许多的努力 孝虎人在三月的时候 在赚钱这一方面小有成就 主要就可以从他们暴增的 银行卡余额可以看到出来 所以孝虎人也的却是赚了不少的钱财 孝虎人在三月末的时候有 于自己的钱赚的太多 所以他们在月底的时候什么也不用做 他们只需要和自己的金钱躺在一起 天天竖钱就可以了 谁让这些孝虎人在三月 积攒的运势太多了呢 他们也只好赚大钱了 孝虎人 孝虎人的赚钱是很容易的 毕竟当他们开始赚钱的时候 他们总是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拿回来 因为别人在赚钱的时候 都是单枪匹马的在奋战 但是孝虎人在赚钱的时候 他们是想办法得到大钱财的 而且孝虎人也因为自己的运气好 只要是他们的努力 那么他们也是可以得到许多回报的 他们之所以那么努力 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得到许许多多的钱财 这些钱财在最后都会给他们带来许多成就 所以最后肖兔人在最后需要 做的事情只剩下赚钱了 生孝狗 孝狗人赚钱的本领一直都是很有名 很多人赚钱都是凭借着非常好 的人脉关系和高额的本金 但是孝狗人却不会 因为孝狗人完全可以白手起家 就有着这样不错的成就 毕竟有了那么多本金之后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 不出现什么大错误 那么都是会赚钱的 但是如何在糟糕的情况下赚大钱 却只有孝狗人可以做的 他们野的却是在发大财 生孝羊 羊年出生的孩子 从小就很听话乖乖小孩 心地善良 不会有害人之心 对谁都很和善 正因为如此 被人所不看好 但是 杨宝宝这种对家庭的爱无人能敌 对于学业也毫不耽误 属于大气晚成的人 属羊孩子能给父母报的恩可不止一点点 会让父母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老虎的野生动物摄影 生孝虎 属虎的孩子 从小有志气 更有一种难得的自信风范 他们在父母的面前不但特别懂礼貌 而且还会实打实地照顾父母 只要过了十岁就开始分担家务 让父母觉得特别放心 而属虎孩子也会早人一步地学会自立 自立 学习能力一超群 未来有机会成就大气 实现人生大业 让父母感觉骄傲 一家子的生活也会因为有他而改变 上漆的 上色的 不坚固的 免费图库相片 生孝鸡 属鸡的孩子 天生聪明伶俐 长大孝顺又富贵 属鸡的孩子虽然小时候会有些调皮 但是却很听话 也会帮助父母分担家务 很心疼父母 另外生孝鸡小时候很聪明 而且自身的运势也比较旺盛 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他们这一生不会吃到什么苦 好运都会有他们一份 长大后孝顺又富贵 是社会上的精英 年纪轻轻就出人头地 名利爽的 一生可光耀门眉 家人享福 除此之外 生孝鸡还很孝顺 他们努力工作赚钱 很大一部分动力就 是为了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不知道这抹懂事的孩子 你家有吗 本红猪 生孝猪 鼠猪孩子从小就听话 他们成熟较早 当别的孩子还处于叛逆阶段 他们就早已有了家的概念 鼠猪孩子很少跟父母对着干 平时总喜欢静静的玩耍 虽然有时也难免顽皮 但从来不做出格的事情 让父母很省心 鼠猪孩子彭扶天生就是来报恩的 他们特别理解父母的不义 懂得在生活细节上关心父母 孝顺父母 从他们来到这个家 家庭一直都很兴旺 父母的财运也很好 贴心又懂得孝顺的数住孩子 长大柱定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人生需要沉淀 宁静才能致远 人生需要反思 常回头看看 才能在品味得失和甘苦中生化 人的一生 会有很多人与你同情 其中三种人看似对你好 但其实罪薄情 罪不忠 罪无义 当遇到下面这三种人的时候 一辈子要慎交 最好别交 一是油腔滑掉的人 油腔滑掉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 不是因为他懂得生存之法 他只是一个没有能力修正自己的人 嘴上说的正气凌人 义不容辞 但做出的行为却十分过错 背地里却在伤害你 掩埋你 甚至出卖你 遇到这样的人 一定要小心谨慎 透过华丽的慈藏 看清他小人般的内心 是没有信用的人 这种人一件小事 他都不能遵守承诺 别说大事了 别把自己的一生 跟这样反复物 长的人捆绑在一起了 那将让你伤心欲绝 古语说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说的是说过的话 就要算数 也就是要诚信做人 如果在说话 做事的时候不讲信用 以后就很少有人 会再愿意相信的 在这个社会里也就没有立足之地 三是没有原则的人 一个没有原则的人 是没有灵魂的 人最基本的底线和固定点也没有 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 最好远离 这种人 做什么事都求不得罪人 向强不帮弱 向是不向力 没有原则性 最大的本事就是火悉你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一秒还在生气后 一秒就好了 你最需要他支援的时候 他往往会退座 甚至会推你下井 站在你的对立面 帮别人一起祸害你 不动就是会把你出卖了 交四位朋友 一 有正能量的朋友 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 陪伴你 开解你 欣赏你的朋友 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 鼓励你 帮助你 为你领路的朋友 愿意无私引领你 遭过泥泞 迷雾 会批评你的朋友 时刻提醒你 监督你 不希望你的人生路 走得磕磕绊绊 人在一起 就容易变成什么样的人 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 就容易过什么样的日子 跟着蜜蜂走 总会找到花园 而跟着苍蝇走 找到的可能是垃圾堆 一定要责善而交 不 世间之事 都是有因有果的 我们种了什么样的因 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 经常做好事的人 就会得到善果 那些常做坏事的人 就会得到不好的下场 他一个人 就可以知道他 做的好事多 还是坏事多 因果是不会骗人的 一个人 诸事不识 必定是过去的因导致 一个人 好运不断 也同样是过去的因 所带来的结果 近世间的因果 这三件事就别再做了 做得越多 福报损耗的就越多 你也会跟着厄运不断 望鱼 两舌 搬弄是非 说人闲话的事 一定不要做了 这是佛家五大戒律之一 说谎 说别人的坏话 说他人的隐私 出口伤人 骂人等等 这些都是最损自己福报的事 若不能管住自己的嘴 再多的福报 也禁不住你的消耗 诸语说 论人是非者 必是是非人 一个人 若经常在你面前 论他人长短 这个人 也会在他人面前 论你的不是 这种人 我们遇到了一定远离 如果我们自己就是这种人 一定要改正自己 只有多去赞美他人 如果利益他人的话 我们自己 才能因善语而获得善报 第二件事 顶撞父母 不敬父母 埋怨父母 与父母吵架 顶嘴 不孝顺父母的种种行为 都不要再做了 佛说父母是我们在世间的福田 你若孝敬父母